Hello 大家好 我叫于祥宇 我是去年大学毕业的 我大学专业学的是哲学 节目组就说 那这期主题 你可以刚好聊一下 哲学专业毕业之后的工作方向 这咋聊呀 就是没有工作 我毕业的时候 我辅导员还劝我乐观一点 说祥宇 你暂时找不到工作这个事呢 它有好处 你就可以刚好保留 应届生干净的身份 我光有这个身份有啥用呀 同学聚会人也说 我现在在大厂上班 无限一斤顶格 我说那怎么了 我可是应届生 你已经跟资本同流合污了 我还是清清白白 有些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而我就算饿死 我也是应届生 我目之名上就写于祥宇 他的一生是应届的一生 没给资本出过一分力 因为我这个专业 确实没有什么对口的工作 我就提前干过很多兼职跟实习 我一开始也干过补习老师 教小生出一对一 所以来上课都是些什么 家里开公司的 或者拆二代的有钱小孩 搞得我就没有任何立场 劝他们好好学习 小时候我老师跟我说的是 咱好好学习 考好大学 找好工作 过好的生活 但这帮小孩他已经有好的生活了 搞得我每次骂他们 我都很心虚 我说你现在不好好学习 那长大以后可就只能出国留学了 你难道希望跟你同学一样 就当一辈子普普通通的房东吗 我求求你了 你就当是为了我学 你让老师挣两个钱吧 老师不花都给你攒着 以后租你们家房子 后来补习老师这条赛道就没了嘛 然后又去了一个互联网大厂实习 那种大厂嘛就是经常干到一两点 也没有加班费 我说领导这么干我实在受不了了 领导说这怎么了 这很正常啊 降于你学哲学的呀 存在即合理啊 当时给我哲学世界干崩高了 我学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想到过一件事的存在 它都不合法 但就合理啊 我都有点后悔读哲学了 我就应该学法学 什么他人及地狱 我要送他进监狱 但是我也就是嘴上说说 就是完全没活干的时候 又会着急上火 还好有京东念慈安基热青帮我降火 六大天然草本成分 像应届生一样干净 因为我毕业的时候 真的是一个offer都没拿到 我以前上学的时候 还想着什么整顿职场 我甚至想过用资本论整顿职场 没有人可以拿走我的剩余价值 一毕业发现真没人拿 我的剩余价值不会年年有余吧 而且如果完全没人用我的话 我这个都不能叫剩余价值 一道菜如果有人吃了 剩下的厨余垃圾都可以勉强叫做剩余价值 而我这种应届生就相当于那种没有开封的五人月表 包装精美 原料干净 日期新鲜 但就是没人动 而且还是会每年新生产出来一批拿来送给老板 老板说 哎呀 饼太多了 吃不完 根本吃不完 现在真的是想卖点力气都难 我不知道你们看到没有 今年还有很多公司直接撕应届生offer 就是春招秋招给应届生发了offer 临入职了毁约 说这个岗位没有了 你去找别的活吧 我就这么纯耽误人嘛 你这个点让人上哪找活票 我觉得这个事的恶心程度就相当于 比如说今年年初 爱奇艺就定了我可以来录节目 快开路了跟我说 我们这边选手已经满了 我那我咋办 我问了我来这 我把别的活都推了 我连春招我都未去 你说现在让我干啥呀 你干点啥不都可以吗 你年纪轻轻的一身力气 要不你就去种地吧少年 走吧快走吧 错过了春招 别再错过秋收了 这事给那帮大学生都逼疯了 突然没活干了 也找不到工作 都开始在评论区找工作 就每个suffer的帖子最火 就在下面留言 说求捞 蹲蹲 走过路过的好心人 有工作踢踢我 还有个HR在下面找步 说这个公司虽然撕了你们的offer 但至少给你们保留了应届生的身份 您可真是个大善人 我可点感谢你 只是玩弄我的感情 没有真的玷污我 这公司不要脸的地方 就是裁员 suffer 只要给了点赔偿金 就都合法 但你还是会本能的觉得不合理 大家想要的就是个确定感 你上学 上班 人生慢慢走向正轨 现在就是会有人突然把你正轨毁了 然后跟你说 那你现在自由了 你的人生不是轨道 是旷野 那才是你牛马该去的地方 我就看着那帮同学蹲在那找工作 我都想说要不实在不行 就都来干脱口秀吧 我们这边今年两家大厂都在扩招 既然在哪都被当作笑话 那咱至少可以stand up 谢谢你们 我叫余湘宇 哈喽 大家好 我叫余湘宇 我大学真的是学哲学的 然后很多朋友 其实不太知道这个专业学啥 然后很多人就拿我当心理学用 让我开导他们的人生问题 经常就是在一些饭局 就是对中年大哥 聊他们那些怀才不遇的破事 聊了来突然问我说 湘宇 我怀才不遇这个事 在哲学上该怎么解决 我哪知道 大哥 你真的要从哲学的角度看 那你得先抓住这个问题的本质 有没有可能就是你没有才华 你从来就没有孕育过才华 那你就不是怀才不遇 你就是不遇不遇 但这种饭局我不想去 我又不知道怎么拒绝 人家发微信问我 说湘宇明天一起出来吃个饭呢 我一边在脑子里骂他 一边手上给他回 好的哥 明天见 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 于湘宇你不能这样 你这样是典型的内耗 你得学着减少内耗 我一开始不知道啥叫内耗 我就上网看了一些心理博主 看完之后真的开始内耗了 我在那个博主的主页刷了半天 内耗一点都没减少 并越看越多 看之前我只是一个普通青年 看完以后 我现在是一个配德感缺失 没有顿感力 边界感过强 但又习惯性讨好别人 活在原生家庭阴影里的 回避型依恋 之所以说的这么详细 是因为我有完美主义 这个段子 但凡有一个人不笑 我就会立马开始怪罪自己 因为我还是个高敏感人 就他们这个诊断方式 你别说是我了 我觉得就算是 现代心理治疗的开创者 弗洛伊德去刷小龙猪 他也有病 弗洛伊德刷完之后 恍然大呼说 我原来不是个欧洲人 我是个东亚小孩啊 而且这帮心理博主吧 到最后就经常把你 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 你原生家庭有问题 我觉得这个理由也太大了 你说我不会拒绝别人 是我爸妈的问题 是不是就是因为 当初我妈不好意思拒绝我爸 而我觉得他说我原生家庭有问题 这个表述它本身就有点问题 它就是个陷阱题 因为原生家庭本身 它就是不是一个好词 人家家庭幸福的人 就不叫原生家庭 人家就叫家 你没有见过谁跟你说 我这个工作 是我原生家庭脱关系帮我找的 最近买房了 原生家庭出的首付 我爸妈说了 在外面累了 就常回原生家庭看看 常回原生家庭看看 回原生家庭看看 我知道我唱的不好听 但我爸妈声音也不好听 这就是我的家庭原生 我觉得就算真的是 原生家庭的问题 我也很难解决 因为他那个理论说的是 你成年以后的很多问题 都是小时候父母造成的 但是意识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事已经过去了 来不及解决了 小孩身处其中的时候 是不到哪里有问题的 没有哪个小孩能做到 一边被打 一边理性分析 一巴掌打过来 我原生家庭有问题啊 所以我现在就算看完 这些心理学知识之后 我也完全解决不了 我自己的问题 我唯一能用到的地方 就是我能看出谁有问题 所以我现在在高铁上 看到那种小孩 在跑来跑去 大吵大闹 外放视频 父母在旁边玩手机 完全不管他那种小孩 我都不会讨厌他 我只会觉得 孩子 你这辈子完了 你原生家庭有问题啊 跑吧 跑向你不幸的一生 别看你现在这么活泼 长大会抑郁的 还有心思看汪汪对立大功呢 抓紧看蛤蟆先生 去看心理医生吧 所以我是完全解决不了 我自己的问题 因为你说到底啊 我爸妈不也是东亚小孩吗 所以我做不到什么事 就只怪他们 我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我只能祝大家 尽量少一点抽象的焦虑 没事能常回原生家庭看看 谢谢你们 我叫余祥宇 好 谢谢余祥宇的表演 喜欢他的观众投资 把博博给他投票 大家好 我叫余祥宇 我是去年刚刚大学毕业的 我这个大学专业学的是哲学 大家一般听到那个反应就是 哇 那就是有文化没工作 这个我读哲学 确实是不太好找工作 而且我身边有些朋友 还会调侃我 说找不到工作怎么了 你们学哲学的人 不是都很通通吗 你虽然找不到工作 但是你可以辩证地 看待这个问题 我咋辩证啊 说实话我真的一点都不同头 因为我学完哲学吧 跟大家学任何专业一样 还是要出来找工作打工的 我发现现实生活 跟我学的不一样的时候 我只会更加矛盾 我那时候找工作的时候 我上午还在上课 我学那个资本论 什么资本会无情地压榨你 剥削你的剩余价值 资本来到世间 从头到脚都流着血根 肮脏的东西 我下午去面试的时候往那一坐 我可以加班 什么压里是多得呀 多劳才能多得 我去年经济压力真的还挺大 因为我刚毕业 确实找不着工作 然后想干透秀 透秀行情又不太好 是不太好 当时我对象也被裁员了 就半年都完全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不知道干啥好 我最后都想着破罐子破摔了 我说这样吧 我决定了 咱俩就去开网约车吧 他说好主意啊 就差一辆车了 我说研究过了 咱俩可以先租个车 等赚了钱再买就行 他说先租车再买车 你没看过骆驼翔子吗 余湘雨你要租车 你就完了 你就一直给人干吧 你还叫什么翔雨啊 你就叫翔子 我这个人我真的很毛贼 因为我上学的时候 导师跟我们说 咱们学哲学 不是为了赚钱买房买车 是为了追求纯粹的精神世界 但我做不到 我去年压力最大的时候 就想着回学校 跟我老师聊一聊 我当时回了趟学校 我在办公室门口 就听到我导师 在跟其他教授讨论问题 俩人在聊买学区房 我当时整个人崩溃 那就是压倒骆驼翔子 最后一根稻草 我老师你也这么现实的吗 你上课教我的 可都是行儿上学 背地里偷偷研究 小孩上学 我崩完之后 我发现其实我就是很羡慕 我老师 他有这个物质基础 你很多伟大的哲学家 也是这样 你像什么舒本华 悲观主义哲学的代表 但他自己是个富二代 舒本华的生平是这么写的 自幼喜好哲学 11岁学习宗教学 15岁研读福尔泰和卢梭 19岁研读古希腊哲学 21岁继承父亲遗产 怎么我课程表上没有这么课 我21岁还在那看什么是自由 什么积极自由 消极自由 舒本华啪给我一巴掌 财务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 我看完都觉得 我看不懂舒本华的哲学是应该的 可能不是我理解能力有问题 就是单纯没有办法跟有钱人共情 你看他写那些句子 什么意志决定命运 真的吗 我怎么觉得是遗产决定命运 还有什么不要拿健康换取身外之物 你说本华是不用换呀 你拿你半个健康换的 还有那句最经典的 人要抑制自己的欲望 因为人的欲望无法满足就会痛苦 满足了就会无聊 我想无聊 太想过无聊的生活了 我虽然现在是靠搞笑有趣吃饭 但你问我的梦想是什么 我想做一个无聊的人 有趣有什么用 你在我们这个行业 有趣的灵魂千篇一律 无聊的人生才是万里挑一呀 好想过上那种枯燥乏味的生活 住在陆家嘴的顶层豪宅 穿着一件真丝睡袍 端着一杯红酒望着窗外 没啥意思啊 我现在通透了 我觉得最基础的哲学问题 我已经想通了 什么我是谁 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 我是翔子 我从那里来 想到那里去 杨真姐 我叫余祥宇 大家好 我叫多多 我现在在上海上学 我从小到大最怕的一件事 就是找原生家庭要钱 其实我家里今天的条件还可以 但我爸这个人 对钱看得特别重 他怕我乱花钱 就特别喜欢说一些夸张的话 让我产生愧疚感 每次我把我的困难和我爸说 他就要把他的困难和我说 我说爸我想买件新衣服 新衣服得买啊 新衣服得买啊 我都四五年没买过新衣服了 我说爸我要交学费了 上学好啊上学好 我不吃不喝也要供你上学 我心想这也不至于吧 学费就几千块 把房子卖了就行 就是我爸这样说话 就会导致我每次花钱的时候 压力都特别大 每次花钱的时候 我就感觉我爸就趴在我背上 在我耳边说话 没事 你花吧 没事 同心为了你好 就有一次我在线下 刚讲到这里 就有个观众听哭了 把我吓一跳 我还以为 他看见我爸了 人生我爸每次给我钱的时候 他很喜欢在我面前算账 算在我身上花了多少钱 然后一边算一边说 儿啊 这些就是对你的投资 你只需要好好学习 考个清华就好了 这怎么能是投资呢 这就是赌博 有一年生日 我爸大方了一次给我钱 他说你生日可以买点 自己喜欢的东西 我就买了一件五百块 特别帅 特别好看的新衣服 有多新呢 那是一种虚荣心 那我爸知道之后 他就问我 他说买的衣服 多少钱买的 我说五百 他说五百呀 买的什么衣服呀 该不会是 清华的校服吧 一句话就把我整难受了 其实我知道 我爸挣钱养胶很不容易 没有他 我也不可能来上海上学 现在也不会不小心沾染上脱口秀 我现在回报我爸的方法 就是给他提供情绪价值 我提供情绪价值的主要途径就是 我通过脱口秀赚的钱 给自己买一件五百的衣服 然后我爸问我多少钱的时候 我跟他说五十 我说五十他就开心 觉得又乖又懂事还给我报销了 我转念一想 虽然我倒贴了四百五 这就相当于我孝敬给他了 虽然他没收到 但是他开心了 这份开心的情绪就加着四百五 这就是情绪价值 思路打开之后就变得特别完美 我有新衣服穿 我爸也开心了 这件事情让我想起来 我小时候学到的一句愿语 就买一件衣服 我出四百五赞大头 我爸出五十赞小头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一对好朋友快乐负责了 这样子的谢谢大家 哈喽大家好 我叫多多 我现在在上海读研 学着功课奠基工程 我非常不喜欢这个专业 我高中的时候想学表演当演员 我爸非逼着我学功课 也不说为什么 就只会说 学好数理话 走遍天下都不怕 我不理解这两句话 除了押韵 还有什么逻辑 学好数理话 没让我学英语 走遍天下 走遍上海都困难 走遍天下都不怕 也没说怕什么 就反正什么都不怕 我要是走在路上 遇到有人抢劫我 让我把钱交出来 我说等一下 要钱没有 但你看 化学九十五 我抢劫犯说厉害厉害 不抢了不抢了 我把这些货 讲给我爸听的时候 我爸根本就不在乎 就在你面前换一套逻辑 小孩子没见过失眠 什么都不懂 听爸的准没错 我吃过的盐 比你走过的路都多 我听到这句话 我脑袋里的逻辑体系 彻底崩塌了 吃盐是重量 走路是距离 我怎么比 我要是相信这个 那怎么学好数理化 因为我的学校 我的专业 还有我考验这些选择 全都是我爸提我决定的 我就经常在想 我为什么要读书 有没有可能 我就是一个工具人 在帮我爹读书 我爸高中都没读完 没过几年 我哥就出生了 我哥六岁上小学 五年级逃课去网吧 四季风雨无阻 三餐简单对付 我爸可能觉得 这个耗电费了 那一年我又出生了 整个时间像 相当有逻辑性 那现在我这个 小小号不行了 这个电器工程专业 我学了六年了 大学四年研究生两年 年年到数 就我现在学业焦虑 我都不是害怕不能毕业 我怕我真毕业了 顺利进入我们电器行业 我怕他招不住 就我在手上刷新闻 说我们电力行业 某些领域又有了新的突破 即将实现全面自动化 减少人工操作 我心想你可快点吧 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 就关键我爸对我期待特别高 每天向咪咪给我打电话 儿啦 你要好好努力天天学习 长大以后挣大钱 光宗要主 我不理解 祖宗是大家的祖宗 你怎么不努力啊 这两年最让我难受的就是 我发现我跟我爸 完全沟通不了 我跟我爸说 爸 我现在的生活很痛苦 他说那你 别痛苦 你有得去有得 穿什么好痛苦的 我最想做的事情 就是讲脱口秀 他知道我每天 为了讲那种开放麦 来回地铁四个小时 一分钱挣不到 只为了上台当几分钟小丑 他问我 你为什么不把那些时间 拿去要饭 还能为什么 地铁不允许 我说我想休学一年 我想停下来思考一下 到底想要什么 喜欢什么 这句话在我爸听来就是 我不想活了 我要自暴自弃 完全没有办法沟通 很多人说富爱如山 什么叫富爱如山呢 就是你和他说话 传回来的只有回声 我说我不快乐 传回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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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director又 низ자 装不灵地级 有个障碍 反应 你 600 好